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在歐洲各國 對於究竟要不要制裁俄羅斯 怎麼好像出現了一些分歧的意見呢 有的覺得說現在這樣制裁夠了吧 有些覺得不行 我們還要加碼加到底 所以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 意見不同的一個狀況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最新消息 今天奧斯卡 這是香港HK-01他們的報導 他就說傳出來說在奧斯卡裡面 有可能會看到澤倫斯基 然後他整篇裡面報導還講說 因為奧斯卡最近的收視率都不好 可能很多的藝人 他們上去領獎的時候 也會關心這個國際情勢 所以他們就有討論 是不是要讓澤倫斯基用視訊連線 或者是預錄一段影片 但究竟最後有沒有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連奧斯卡都要邀澤倫斯基 這個是不是西方只看得到商業利益 最後剛剛跟最新消息說 確定是沒有澤倫斯基 但是既然有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就代表說現在澤倫斯基 難道在別人眼中 就是收視率 就是這個money money 這樣子的一個表現嗎 再來我們看德國 不是德國 俄羅斯 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 它有釋放出一個消息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講說 現在這個俄羅斯的天然氣的管線 通過了歐洲各個國家 特別像是這個烏克蘭 有三條管線是經過烏克蘭的 那他們就先說了 我話說前頭 我這公司我繼續會透過烏克蘭 向歐洲來運送天然氣 這個球就做給了這個烏克蘭 烏克蘭你到底是接還是不接 很兩難 你烏克蘭是要斷還是不斷呢 因為你一直叫世界各國 不要再跟這個俄羅斯做生意了 可是對於這烏克蘭來說 每年其實還有20億 這個天然氣的這個過路運送費 那所以連這個烏克蘭 你自己都不斷的時候 那其他各國真的要跟進你嗎 當然大家也會做一些評估 那我們看像比利時的首相 他就講說 其實現在這個競購 俄國的能源對於歐洲的經濟 已經帶來這個災難性的衝擊 他覺得沒有必要 連土耳其他也是講說 這個我們土耳其是歡迎 俄羅斯人來訪的歡迎來做生意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看看 包含了像是瑞典 波蘭 愛爾蘭 他們是願意加碼制裁的 可是比利時 德國 義大利 匈牙利 態度上面是保留的 甚至還加上希臘 大家覺得說 這樣子目前的制裁應該夠了吧 不需要再加碼了吧 所以好像意見上面 出現了不同的差異性 那另外我們也透過這樣子 現在各國的一個表態也 大家都會聚焦到說 印度的態度 因為印度最近在網路上面 有流傳一段影片 印度的影片是什麼呢 印度的影片就是說 印度的主持人 對於美國非常的不買 這樣就說 你美國你憑什麼叫我這個印度 又不是你的衛星國 我為什麼一定要聽你的呢 我們先來聽一下 I'll put it very simply you have used the Ukrainians You have wrenched them dry and you have left them to fend for it themselves The fact is you killed Qasim Soleimani and your then president announced with great pride and we carried out an airstrike and killed Qasim Soleimani who was America to enter and kill in a drone strike the military commander of another country you disagree with you carpet bombed, you napalm bombed you defoliated Vietnam with Agent Orange you killed 3 million Vietnamese you organized the 1973 military coup in Chile to kill Salvador Allende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you invaded Iraq on falsities unseated Saddam because he came in the way of America's hegemonic ambition in West Asia let me begin by saying that this conversation is absurd Russia has invaded Ukraine and is killing Ukrainians as we speak and you're blaming the United States I mean, wake up what you're seeing is the West organize solidarity against Russi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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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we're seeing serious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most of the world is coming together against Russia India should get off the fence you're dealing with India we're a big country we're not your satellite state so don't lecture us on what we need to do we're going to look out for yourself you talk about you use the phrase geopolitical expediency in place of values you lecture me as an American to an Indian on values and you say that we are acting in geopolitical expediency let me, let me, let me allow me, allow me to complete allow, allow me to complete sir allow me to complete allow me to complete where were your values? where, where were your values? where were your values? when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the US invasion of Iraq 7,186 Iraqi civilians were direct casualties of the war was that your experience? was that expression of your values? professor Kupchen 对,其实这一位印度的主持人 在印度当地也是蛮知名的 一个大牌主持人 阿布纳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同时同框跟他出现来视讯的人 就是各国 包含了乌克兰的国会议员 以及前美国海军的马克 还有俄罗斯科学院政经研究员 还有甚至是在跟他吵架 乔治成大学教授 以及俄罗斯的核武研究员 还有前印度外交官 大家都是大有来头 这样同框在讨论这一件事情 所以刚刚来宾们看到了说 其实这件事情有备而来 印度一定是对于这个美国 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一些不满 所以才会在这边这样子 透过主持人 发表出来他们印度的一些看法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这样这个主持人的言论 在台湾讲的话 可能会被贴上什么标签 在这边 以美论天共在地协作者 可能这个标签如果换成 换成如果是我这样子讲的话 可能就标签就贴上来了 所以其实你们看到 印度的钢铁部长 最近还说什么 他们买完了石油 继续乐捡便宜 现在打算要加倍来进口 俄国的焦煤 因为这个焦煤可以帮助 他们的钢铁制造 所需要的一个必需原料 甚至印度下周还要推出 一个兑换机制 就是卢比对卢布 因为他们说 接下来要加强印度 跟俄罗斯的一个贸易往来 所以这打脸了谁 打脸我们最上方的这一位 拜登不是还放了狠话说 我要让卢布变成壁纸吗 现在卢比跟卢布 交换得倒是挺热烈的 我们先问一下蓝老师 我觉得目前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看到 欧美人的虚伪性 他们真的是太虚伪了 为什么我们会一开始 把结论就断得那么清楚 你看英国 美国 加拿大 还有就是北欧 波罗的海等 这些国家 他们不太缺石油天然气 他们甚至还卖石油天然气 尤其是美国跟加拿大 还到处卖石油天然气 这些不缺石油天然气的国家 就一直主张对于俄国的石油天然气 要加重制裁 但是在欧洲同样 北约阵营跟欧盟阵营的 欧洲的其他他们的盟友 像法国没有天然气没有石油 德国也是荷兰比利时等 这些都缺得一塌糊涂 所以他们的整个经济的命脉 就在石油天然气 然后他们却认为说 你们有石油天然气的国家 每天把这个道德绑到最高 用这个道德 用这个情感来绑架我 然后说我们要加重制裁 然后但是问题就是 你的加重制裁就伤害到我 但是问题就在于 那连乌克兰都还要 俄国的天然气 那当事人都要俄国的天然气 而我们却要去背他的债 然后你美国跟英国 你们不需要俄国的天然气 然后你们要卖给我们的时候 你还要加倍 因为你的成本更高 那等于是还要再赚我们一手 那等于是你把俄国的市场挡掉 然后你说那我给你石油天然气 而你给我的石油天然气 还是目前来讲世界的高价 你等于是剥削我两成皮 然后我还不能满足 因为我需要一年550亿立方米 你只给我150亿立方米 我还缺口400亿立方米 那我这个缺口 我跑去卡达尔 卡达尔说我真的生产不了 我跑去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说 我真的生产不了那么多 欧洲需求量不只这样 对 欧洲需求量是1500亿 1500亿 你想想看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太虚伪了 就是你不需要的 你就要加重制裁 然后你需要的就不制裁 也就是你需要的化学肥料 不制裁 因为你需要所以不制裁 那你不需要的你就要制裁 你可以看到欧洲北约 他们的国家之间的 这种虚伪性这么的严重 好 您看到了印度 最近也在拉中国大陆 王毅也去了印度了 而且他们还用 国兵规格的接待地点 来接待王毅 其实印度也在利用王毅 也在利用中国大陆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来讲 对印度来讲 它是目前来讲是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 它可以买非常便宜的石油 天然气 化学肥料 跟您刚刚讲的胶煤 炼钢这些东西 它因为印度需求量也不少 但是它过去要用比较高的价钱 可是现在这些原料都涨到这么高的时候 可是它却可以用这么低的价钱买 对于它来讲 它当然需要 而且它认为乌克兰的战争不是我造成的 是你欧洲 北约跟美国 跟俄国造成的 也就是这个战争本来是不用打的 但是你美国 北约不肯跟俄国 谈这个安全保障协定 所以爆发了这个战争 爆发这个战争责任不在我 你却要我来背这个战争的后果 也就是天然气跟能源长成这个样子 物价长成这个样子 我印度的经济并不好 你现在要给我施加压力 你用道德来给我施加压力 用情感 然后还要对我实施制裁 这个时候印度的外交手段怎么样 请了王毅到印度来 大家谈一下边界的问题 说中印关系可以缓和 意思也就是 你如果再给我施加压力的话 我就拉中国大陆来抗你们 我就让你四方会谈 你本来要遏制中国发展的 就露了一个洞 也就是这个菱形包围圈就破掉了 好 这个时候你看 美国就不敢讲话了 你看美国不敢谴责了 然后日本也不敢谴责了 澳大利亚也不敢谴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虚伪 也就是说一旦牵扯到 那个是菱形包围圈 遏制中国发展的时候 对印度不敢谴责了 不敢讲话了 然后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一些国家的虚伪性 都在用道德绑架 台湾也更严重 台湾的1450 台湾的内部里面 有多少人家用道德 用这种情感来绑架 各种不同的评论员 然后动不动就给你侮辱 什么舔共 舔恶 什么谁的爸爸 疑美论就是这一句 这个实在是很低级又很虚伪 坦白说我在台湾看到这些 这些1450他们的虚伪性 跟低级跟略值其实跟欧美人 如出一侧 对 所以其实印度是很清楚的 他说我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有什么错了 你看现在卢布跌三成 而且俄罗斯卖油 还降低两成价格 这样子加一加可便宜的了 那对于我们这个印度疫情之后 大家都还记得恒河那个时候 塞满了这个尸体 人家需要重振这个经济 所以印度就也是看出了 这个美国的虚伪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卢币卢布 畅通得很 亮哥 不过这个本来欧洲 这个跟俄罗斯买的天然气 是被豁免的 他可以用欧元交易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拜登又去北约 然后又对他们施压 说要做人员制裁 那就是一定要他提出时间表 那就说我今年可以卖给你 150亿立方米这样 所以欧盟就受到压力 所以就提出了一些计划 可是亮哥他都讲了 他就说俄罗斯讲 我们会继续通过这个乌克兰 来提供欧洲 那乌克兰你自己断 俄罗斯没有要断 是 而且本来也是允许 继续用欧元交易 那现在就卡到了 就是欧洲继续在follow美国 做各式各样的制裁 所以俄罗斯就火大了说 那以后改成卢布交易不是吗 然后后来又公布 那个卢布兑换黄金是 5000卢布兑换一克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后来 他看到欧洲 我们天然气本来是豁免于 这个SWIT之外 你为什么他搞些有的没的 所以俄罗斯是有点火大 就是比如说开始减量 然后今年内 就讲了各式各样 因为他说各种人员都要加码 然后就是要降低 那个俄罗斯人员的进口这样 所以俄罗斯就趁 你还没有准备好 我就先出手了 因为新的合约4月1号要付钱 4月1号今天是3月28号 我是很好奇4月1号会发生什么事 大买卢布 因为天然气的储备 以我们台湾为例就是7到10天 天然气要储备是不容易的 跟那个石油跟煤炭是差很久 远的 而且因为欧洲长期都是管线天然气 它不是LNG天然气 所以它的储备能量应该更低了 应该是更低了 所以而且有很多国家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看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看4月1号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这个零食要恶补也做不来 就是你要把各种能量都调集 那个蓬勃有做一个估计 就是即使你什么用木材 用水粒 用核电 用绿电 加加种种 你年底大概最多最多也只能够成一半 俄罗斯的天然气 你还是非进口不可 事实上不可能 而且俄罗斯不是只有出口天然气 还有煤炭 还有石油 那个还没算 所以就是大家觉得说很奇怪 为什么一定要搞到这样 全欧洲经纪赔上去呢 所以我们先广告时间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